是 中盛這個世界也要到台灣的好消息 來看世界高雄的這個聯合料 有這個警察發言十一的人 集結在蘇聯的洋流裡面 在問事情 最近明顯違反到 方向的規定 問候民眾法務員 來說 長在這個台北市的這個寫寶寬 來看說 想不到的民眾 沒有掛水暗在球場打球 就趕緊報警 但是警察到現場後 沒有發言相關的情形 在球場的不少年人在打哪球 另外還有三個人坐在休息看比賽 算算的既就有九個人組織在球場 而且還有經濟接觸 三個警戒的期間 他們打哪球警察沒有掛水暗 附近的機面看就是嚇一場 趕緊報警察 到現場應該是沒看到的 這次軍組打哪球發生在十二晚上 翁城市看到有一個人 集結在台北市市保護方向的球場打球 這句說現在是已經可以不用掛水暗打哪球了 煩惱會有軍組的風險 像這點警方市回應說 他們接到通報後後去現場 並沒有發言相關的情形 警察說未來會加強順路 不過同樣沒有在要議 風業規定的 也發生在高雄的領域 你們裡面的人數是不是有點過多了 警察去人愛殺戒的一個輸進的宮廟 發言裡面等在開大門書 小小的空間裡面 竟然有十二個信眾在建築 明顯已經違反 攝來建築的風業規定 如果警方市後以外來開大 所謂的信徒總監最多可以發三百三十萬 從十三開始 政府有調查放任關節措施 不過現在未來風就還沒開始時事 就少年所拍出違反風業規定的輸行 記者中下報道